布恩担任球员时期 美联社资料照分享 杨基对新任总教练出炉 确定由2003年继后在英雄布恩 Aaron Boone接掌兵符 今年同在ESPN担任球评的杨基 退役球星塔什尔拉 Mark Teixeira认为球团高层做了很棒的选择 布恩可以展现自己的风格 凝聚杨基年轻球员的向心力 杨基原任总教练吉拉迪 Joe Girardi 卸下十年教头职务 总经理凯曲曼 Brian Cashman 在六位候选人中指名布恩接下总教练 塔什尔拉表示 这是毫无意外的选择 布恩不止专业知识够 人际关系好 也充分了解杨基动态 他就是凯曲曼想找的人 布恩生涯十二年打过六队 待在杨基的时间不到一年 但2003年美联冠军赛第七战延长十一局下 从红袜队蝴蝶球投手维克菲尔德 Tim Wakefield的手中轰出 在剑拳雷打 帮助杨基打进世界大赛 注定在队史流明 布恩出身棒球世家祖父 父亲过去也是大联盟球员 他在2009年从太空人队退休后 再也没穿过球衣 没想到转任教练第一个工作就是杨基教头 但布恩上个月就说过 这辈子都为了这个工作做准备 吉拉底领军杨基十年打出910 圣710败 2009年夺下队史最近一座世界大赛冠军 但和年轻球员互动有些问题 被誉为下台重要原因 塔什尔拉表示 杨基这些球员很有才能 但在球的面临起伏时 必须有凝聚力 这是布恩接下重任的理由 他的工作就是当球员的后盾 让他们放松心情 好好享受打球的乐趣